我们这个做完之后的话,记得存档,另存新档的时候,他一定要理论上当然比较一般正常状况是用这个启用聚集回忆部 可是我怕说呢,你们将来丢到那个POTO在下载之后又不能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是不是学校这个环境的版本可能会比较阻挡 所以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方法,我看是不是能够把它存成前一个版本,就是这个97到2003这个格,叫XLS 这个格式的话,你把它存成这个格式,记得97到2003 当然了,如果比较正确的,假设你的环境,你把它存档存这个,这个OK的话你就存这个 如果不OK的话,不然你就存这个,因为这个是不得已的方法啦,OK 就是97到2003的方法,把它储存一下 然后会出现这些啦,什么旧的版本不支援什么什么,他会跟你讲说哪些不支援的 等等啦,不过应该是不影响,把它出去,然后他说 他说不支援,这也没有发生,好像这上面都没有,所以按确定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储存完毕了 然后呢,当然还要一件事情啦,在关闭之后确定说这件事情有没有成功 所以,刚刚这个地方哦,我存的是 存的是,不是,这个是 那是存在这里,在这里,打开看一下 刚刚的东西,一样要启用内容,第一步一定要启用内容 第二步的话呢,按一下它,有work,那就OK了 这个有没有work,这个有work,那就没问题,那原来公式在不在,还在,那就表示OK了 所以这个作业呢,基本上就是这几个,这三个都要有就对了 最后的话呢,还有一个按钮还没完成 就是刮胡自串,没有公式哦 所以这边的话呢,我们最后的会多一个叫刮胡自串 没有公式,OK 那这边的话呢,怎么做 其实基本上前面有做过类似的开发人员 然后呢,再来写的方法哦,其实你可以拿什么 拿这一个来复制 做修改,其实就OK了 那改的地方哪边呢 第一个,你可以把名称改掉,叫刮胡自串 范围一不一样,一样 可是呢,输出的就不是公式 输出的话呢 基本上呢,就是输出 我们先给一个空置创,要输出什么东西呢 输出要切割的这个刮胡里面的东西 把它放进到这边来 可是问题来了哦 再来的话呢,怎么样用VBA 去帮我们找到前刮胡跟后刮胡的讯息 特别注意哦 在那个VBA里面,它比较不用Find 我们前面在Excel里面 是用那个所谓的Find函数 可是VBA的话,它用的函数是另外一个 名称不一样 用法很像 我们其实可以点一个VBA点 那其实VBA里面所有的函数 通通在这里 那里面的话呢 你假设要找了 其实有一个叫InIn加InInStra 这个意思说In就是在Stra就是字串 在这个字串里面帮我找什么东西 那找特别注意哦 钱刮胡 找什么呢 去哪边找 特别注意,它跟Find函数刚好 它的那个 那个参数的规则刚好 位置颠倒 它刚刚Find是先找钱刮胡 再去哪边找 那InStra 刚好两个顺序颠倒 先去哪边找 你先帮我在这个储存格里面找 这个储存格 叫做Sales 所以我就直接打Sales 这个储存格 哪一列 第1列 的A栏 帮我在那个A栏里面帮我找找看 找什么呢 找钱刮胡的位置 所以一样是双引号 钱刮胡 然后再一个后刮胡 那 特别注意哦 找完之后特别注意哦 你要找一个地方放 哪个地方放 所以这里我会多个变数叫A A等于 意思是说 帮我把找到钱刮胡的位置 放在A里面 所以哦 如果我今天呢 假如是 A3这个储存格的话 他找到的A里面就放3 因为他刚好1 2 3 所以A里面就放3 可是如果是赵大鹏 后面没有钱刮胡怎么办 他找不到 他里面就放多少 放0 OK 找不到就0 找到的话呢 就是第几个字的位置 OK 那同样的道理哦 我们可以把那个A这一行 的下一行 把这个A等于复制一下 再贴一下 那你可以把A改成B好了 然后把钱刮胡改成什么 改成后刮胡 那就是B里面就放后刮胡的位置了 那如果说 假设了 我们找到的是这个储存格的话 这个A3的话 那这个应该是9嘛 所以呢 9就会放在哪里 9会把 放在B里面 OK 所以哦 如果我知道这个原理原则的话 那我后面哦 就可以怎么样 可以再写一个切割的公式 那特别是在VBA里面一样用MID MID呢 VBA跟Excel的函数名称都一模一样 用法也几乎一模一样 钱刮胡 他也是问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请问一下你要切割的字在哪里 在A栏 所以其实你可以拿前面这个来复制到后面 我习惯拖拉加Ctrl键 那把这个B改成A 这样就可以了 有没有意思说我的资料在A栏里面哦 第一个问题给你的答案了 第二个问题是 Star Star as long 意思说从哪个字开始啊 其实就跟那个 刚刚的在VBA 在Excel里面是一样的 哪个字开始 钱刮胡的位置 有没有 加1不就好了 有没有发现 所以钱刮胡加1怎么写 A 加 1就好了 A不就是钱刮胡的位置 3嘛 如果是这个储存是3 3加1 那刚好就第四个字开始 那逗点 几个字 把什么呢 后刮胡的位置 有没有就B嘛 减掉什么 钱刮胡的位置 因为还差一个 所以减掉再减1 有没有发现 这个公式 跟 对上面是很得一同的嘛 OK 只是说呢 差别只是说多了A跟B而已啦 OK 但是这边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他这里面 假设A跟B都是0的话 意思说这边没有嘛 像这个也没有 那如果A跟B等于0的话 那这个地方的公式就是 0减0减1 那就是负1 负1个字 那一定会出错 为什么 因为没有那个负1个字的 所以你如果执行的话 他一定会出错 错 证错一下 这行卡住了 为什么 因为当B等于0 A也等于0的时候 那这个就不能被执行 所以哦 如果假设有这种情况发生的话 请你在前面多做一个逻辑判断 OK 所以哦 将来 城市里面呢 逻辑判断非常重要 那如何写逻辑 很简单 请你在这个上一行写一个if 如果什么状况发生呢 假如 A如果 要做底下的事情的话 一定要是不等于0的状况下 不等于 特别要等于这样写 对不对 不等于的话 在VBA或Excel里面是 小于加一个大于 这个叫不等于 如果 如果A 不等于0的情况下 我们才去做下面的事情 这样 OK 所以哦 以后的叙述 就在上面加这一行 if A假设不等于0的话 才去做 这个下面的事情 然后呢 底下记得 如果有if 下 这个中间 就包我们要执行的程式 那最下面一行 记得加一个end if 跟他讲说 我这个逻辑判断结束在这里 头在这里 尾巴在这里 一般习惯 会把这一行执行 放在他的下一节 按个tape键 这样子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好 我们可以把程式再往上拉 然后判断一下 这个时候A是不是不等于0 如果 唯false的话 false的话就是 跳过了 跳过会怎么样 跳过是 登就不会执行下一行 OK 所以你会发现赵大鹏 这个说I等于2 赵大鹏才跳过了 OK 然后呢 再来哦 下一个 就是 这个时候I等于3嘛 那所以应该是找A3 那A3的话A等于多少 A应该等于第三个字 所以A等于3 那B的话等于多少 B应该是第九个字 所以等于9 那A是不是不等于0呢 诶 tru tru有点像关卡 就像你去 呃 做捷运啊 刷卡 有没有 用卡一逼嘛 门就进去了 那表示你有刷卡 tru 那如果你没刷卡 就false 不行 就被你挡掉 不行 你就走别的地方去 你就不能再进 OK 这道理有点像 所以if这个有点像一个门禁管制 有没有 就像学校现在没有刷卡 有些地方是要刷卡才能禁的 OK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就是判断说 他这个条件是否为true 如果为true 才执行 好 那当然呢 这个地方他不等于0 所以呢 我们就执行 执行的话就是把 这个刮符里面的资料 切割完之后丢到这边来 有没有 第三届关就OK了 再把它执行 那底下都一样 所以全部执行完毕 就大功告成了 诚实应该不复杂吧 应该都是可被理解的吧 OK 但是要把它记下来是真的啦 应该这个难的地方就在这里 OK 然后 所以呢 我们最后的话就是再把这个按钮给增加出来 那就大功告成 所以最后呢 就把这个按钮再复制一下 然后 按右键 再复制再贴上 贴上把这边按右键重新再指定 它叫做刮符字串 OK 然后把这边呢 再把它 改个名称 那就完成了 所以最后做出来就清除 然后 这边输出这个公式 这个的话呢 就输出结果 里面 清除完之后 输出的话呢 你会发现这边就没有任何东西 就是只是丢它最后 帮你把资料取得丢出来的结果了 OK 所以 今天的作业 大概就是 1 函数 这个要做完 2 聚集录制 3 VBA 三个按钮 大概是这样子 最后存档的话 记得 如果 当你确认一下 如果可以你就存这个 其用聚集 如果不行的话就存这个 97到2003 画面再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今天的作业 就是把那个151 这个截取瓜糊中 这个字串 这一题要把它完成 就算了